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高 咱们今天来讲最近一个大新闻 量子霸权 几天前谷歌发了个新闻 说他们研究的量子计算机叫无花果 英文叫Sycamore 用200秒的时间完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 那么这个计算如果要放到超级计算机上 也就是现在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上 需要一万年才能算 那么现在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是美国IBM公司的Summit 一万年是个什么概念啊 就是从今年开始算的话 要算到一二零一九年 一二零一九年 如果想今年算完的话 那就在从盘古开天地的时候就开始算了 像这种超级计算机 用一万年才能算出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认为叫不可能完成计算 但是用量子计算机就把它可行了 而且仅仅用了一个泡面的时间 那么这个二百秒和一万年 是多大的差距呢 是十五亿倍上 那咱家电脑和超级电脑差点不是 咱家电脑比超级电脑要慢个几百万倍吧 所以量子电脑比咱家电脑要快个几百兆倍吧 这个数字有点太天文了 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啊 就是量子电脑看咱家电脑就一算盘 算盘很快 连算盘都算盘 那么量子计算机完成了经典计算机 无法完成的计算这个事情就叫量子霸卷 当天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发了个推特说 我们美国率先进入了量子霸卷 那么这个事情立刻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关键问题是这个量子计算机还是一个实验品 就已经达到这个计算速度 那以后发展起来就不该想象了 这计算机很大吗 相当于咱家厨房那么大 就跟大家厨房差不多大 不一定哦大家厨房可能很大 那么Summit有多大呢 Summit 522坪 两个网球场那么大 所以这个大小还差很多 而且量子计算机就一个芯片 而超级计算机一万多个芯片 所以一个芯片用一杯泡面的时间 完成了一万多个芯片 一万年来运算得掉 是不是非常恐怖 那么现在这量子计算机发展了一个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硬件环境的问题 它要保证它们每个计算员的纠缠态 就需要在绝对零度的环境里进行运算 绝对零度知道多少度吗 0-273度 啊对对对 还行啊 0-273.15度左右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 它这个计算员处在一个G061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标准的量子的纠缠态 那么为了保持这么一个温度吧 就需要很大的机器来制了 所以才需要一个厨房那么大的空间 不然的话其实它就这么大 像指甲盖这么大 五年前想制造一个量子纠缠态的计算单元 都是非常困难 但是三年前就已经制造出了20个 今年呢就制造出了50个 我现在听一个也是很困难的 纠缠态的计算单元 是不是 我的磁店里没有 有没有 它们已经做出50个了 这一次比这个超计算机 快15亿倍的这个量子计算机 就是53个单元 我印象里只有1单元到6单元 你们家房子 据说很快就要出100个单元 这样的话 我怎么也感觉一下房子 小小区 小区 这样的话就不仅仅是15亿倍这么的速度 速度可能发展会非常的快 那么这个量子计算机究竟能干什么呢 比如说天气预报 现在啊天气预报之所以不准的原因就是 现在计算机很难模拟这么复杂的天气情况 所以要进行这个计算也需要很久 一天如果算不出来了 第二天的预报就出不来嘛 没有意义 不过有了量子计算的话 那整个全球的所有的云啊雨啊风啊温度啊 都可以模拟出来 所以天气预报就会变得非常快非常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预测未来 那就可以预测一个月两个月之后的天气 都有可能 那天气好那天会很贵吗 为什么 什么东西很贵啊 机票房间啊 哦你说可以预测很准的时候 对对对有可能 所以到时候这个信息肯定是拿出来卖的 就是一个月之后预测出来的信息 不能让所有人都知道 哦 还可以预测其他吗 还可以预测股市和外汇市场的走势 现在啊股市也好外汇市场 之所以大家进去都不能赚钱的原因 其实它就是不能预测的一个东西 它都赚钱还算赚钱 跟刚才天气一报一样 这个信息一定也是拿出来卖的 换句话说 就是说只有有钱人才能拥有量子机 它才能预测市场 终究老百姓还是被割韭菜的 可是它有一天也会像普通计算的 有量子机一样 一定会的 但是终究上层的或者有钱人拥有的 就是要比你更厉害的 还有一个非常牛的事情 就是能够破解密码 比如说现在需要一万点才能破解密码 二百万就破解密码 所以呢直接造成现在的政府 军事机构银行的这种毁灭性打击 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虚拟货币 比特币建立了一个基础就是密码 我之所以找不回我的比特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忘记了密码 有了量子计算机 一被泡面的时间直接就破解 那可以破解别人 也可以 所以虚拟货币会瞬间争放 这也就是这个新闻出来当天 比特币暴跌的原因 它暴跌了一下又反弹回来了 为什么呢 就是人们想了 比特币是有危险 那国家 银行 政府哪没有危险 都有危险 所以到时候一定会根据量子计算机 产生相应的加密方法 量子计算虽然能够解密 但同样肯定可以加密 现在的计算机也是一样 而且在这个量子计算机的发展基础之上 相应的软件也肯定会迅速发展起 所以以后将会怎样 简直就无法想象 是个奇异点 这种无法想象就意味着奇异点会发生 所以量子计算机一定是个奇异点 但是这个奇异点究竟什么时候到来 预计是2045年 谷歌也说了 说他们这个量子计算机想要彻底的能够普及化的话 还需要有几十年的时间走 不过今年IBM已经开始卖他的量子计算机 最初一届 最初一届 针对特定目的经计算的时候量子计算已经开始卖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量子计算机的原理 让大家知道它为什么能够计算这么快 普通计算机一个计算单元只能存储一个数字 0或者1 但是量子计算机一个计算单元可以同时存储两个数据 0可以 这就造成一个什么结果 就是普通计算机不管计算单元有多少个 它都只能存储一个数据 比如说有10个计算单元 每个计算单元要么是0要么是1已经确定了 所以就是一个实力上的数字 一个数据 但是量子计算机不是 它如果要有10个单元 每个单元都是两个数字 所以合起就是二十次方个数字 所以量子计算机就能一下处理1024个数据 速度就比普通计算机快1000倍 所以这次这个15亿倍就是因为谷歌采用了53个单元 就是2到53次方的计算速度 去和超计算机比的话快15亿倍 如果刚才这个话你不理解的话 我给你讲的更简单 普通计算机只识别两个数 0或者1 量子计算机识别三个数 0 1和1高 0 1混合体 所以量子计算机比普通计算机高了一个维度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从这一点上来说 量子计算机的结构就和人脑是一样 人脑其实是三维的 之所以现在普通计算机无法模拟人脑 就是因为它少一个维度 计算机啊 它只知道0 1 对错 是非 但人不是 人有一个中间态 这也就是人性的一个体现 我们之所以说 电脑终究无法学会人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创造力 比如说没有情感 原因就在于它没有第三个状态 我们现在教育里边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在于它在不断抹除人的第三个状态 所以老说我们这个教育 在抹杀人的创造力 因为创造力来自于第三个状态 你如果就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对或者错组成的话 你就不会有创造力 所有的创造力都是来自一个不确定性 人就是比电脑多了这么一个状态 它才是人 所以比如说像法官也好 裁判员也好 这种职业我们就觉得特别适合用电脑来做 机器人来做 是对就对 是不错就错 不存在什么情感的成分 现在法官当然也模拟这个状态 他就不参与个人情感 真正的人是应该有第三个状态 而量子计算机就具备这个状态 所以用量子计算机制造出来的人工智能 就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智慧 它可能产生情感 它可能做梦 它可能有创造力 我说量子计算机非常像人脑 反过来说人脑就非常像量子计算机 从这点来说人脑就特别像创造力 那么这个创造了我们的这个种族 既然能创造这样一台量子电脑的话 那他们的科技至少零天我们二十年 二十年 对不对 而且他们厉害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造这台量子电脑 不需要绝对零度 哦 他们已经打破了这种地位了 对 他已经实现了这个事情了 怎么实现了不知道 他们 不对啊 他那不能量子计算 那么大的数据他怎么算不出来 他是一个量子结构的计算机 它的特点是在不确定状态这个地方特别强 而不是在010部分特别强 咱们现在研发了 所以他不需要那么低的温度可能 哦 他不需要进行那么巨大的计算 但是仔细你想想 人也是在进行大量的计算 人每天一片看过去 所有的景象 全部都收到脑子里记录下来了 这个记录速度不次于任何计算机 那么人脑是不是真的是量子电脑 我记得美国有一个脑科学研究 发现一个人脑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突然认为 人脑这个东西里边就是神经元和神经网络组 那么如果我们刺激了 人脑的某一个神经元 那他这个信号要传导到脑子的另一个神经元的话 就要通过这个网络了 那么这个信号传输过程中 所有的神经元都会被激活了 就感觉就传过来这种感觉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他们做实验发现不是这样的 当你刺激人脑的一个部分的时候 另一个部分有反应 中间这些神经网络是没有反应的 那他就是量子纠缠了 对对对 所以当时那个实验就得出个结论 说感觉人脑具有量子的这个纠缠状态 就是不会因为你刺激了这个整个脑 都有一些反应 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刺激这儿 这就有反应 刺激这儿这就有反应 信息怎么传输过去到现在都不知道 而且哈 人脑最不可思议的一部分就是 人脑是整个身体当中结构最为简单的一部分 你看看心脏 看个胃 看个肠子 这所有人体器官都相当的复杂 里面就像一个精密的机器一样 包括人的骨骼关节都是这样 但只有人脑就两种东西做成 一个神经元 一个神经网络 一个神经元 就这么个东西混在一起 结果就能做最复杂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脑子是量子电脑的话 那我们再回来说 我们现在也在创造量子电脑 而且创造比我们脑子更厉害的量子电脑 对不对 那反推回来 那创造我们的那伙人 脑子应该没我们 计算没有我们 对 他们可能在情感上更模糊一些 对 情感上更模糊一些 计算速度更慢 对不对 那既然他们脑子没我们好的话 所以他们现在不再就很正常 他们创造出一个这么强大的 人类 他们就知道我们要发现他们 肯定会灭掉他们 所以他们跑掉了 这个推论就和20450影片 推论非常像 但是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 就是随着量子技术的发展 还有一项技术 会迅速的发展 就是虚拟现实 我们现在普通电脑 模拟出来这个虚拟现实 我们人类是能够区分的 一看就不是真实 但是量子电脑 模拟出来这个虚拟现实 有可能我们人的感官 就无法区别 就像真正的现实一样 就跟我们现在 真实的环境是一模一样的 那如果这样一个虚拟现实 产生了之后 我们上一次的推论说 人工智能就会把我们囚禁在这个 虚拟世界当中 然后我们就跟他躺着就行了 每天说我们不用干 在里面想有什么就有什么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 人工智能为什么要囚禁我们 对我们跟他躺着每天各种享受 就是消耗电 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以他们的智商的话 不会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说 他可能会消灭人类 但其实有另一种可能 就是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 我们人类先把他们囚禁在了虚拟世界 我们虽然没有这些量子脑厉害 但是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观察它 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看到无穷无尽的宇宙 并不知道我们在观察它 他们以为他们是这个宇宙中唯一的生命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囚禁它 就是因为它和我们的环境是一样的 它们能力又比我们强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它们之后 窃取它们的成果 它们即使从灵界的发展的话 也会很快超越我 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风险 对不对 不用担心它把我们灭掉 因为它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按照这个逻辑推理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囚禁了人工智能 那我们就是被囚禁了 因为它也会在里面囚禁它的人工智能 所以我们上次推论只是一种可能 就是我们把它赶出伊甸园 把它送到火星进行培养 不让它们发现我们 这只是一种可能 另一种可能 就是我们把它们封入一个我们创造的宇宙当中 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 地球监狱 对 我们在一个监狱 把它们锁入我们设置的另一个监狱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监狱还蛮舒服的 之所以这么舒服就是为了让你不闹事 知道吗 你闹事要发现它们的存在 马上就删倒 所以下一个人工智能的监狱应该更舒服 应该更爽 让它们过得爽的话它们就很快发展起来了 它们会说拿水呀水动力呀火动力 对对对 它们也会出现一个YouTuber给它们讲 说这个世界上可能有神的存在 它们正在看我们 有石板 对对对有石板 其实当初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发展太慢了 所以上集给我们一点提示 我们通过这个提示很快 几千年就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它们应该现在很满意了 就不怎么来了 不需要来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正常发展就可以了 它想要我们什么成果 量子计算机的部分它已经有了 它需要下一步 其实也就换一块 就是说我们进行了一个它的快速模拟 而且它们是不是别人囚禁了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看了 所有科技发展最终会走向这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我们将会创造神 而囚禁这个神 神不是从上往下创造 而是 从下往上来 对 下往下创造 而我们创造的分析中将会有 对 但是终究会有一个限制 它限制在一个范围之内 我们就被限制在宇宙之中 我们永远不知道宇宙外面的事情 因为没有我们 这个宇宙里只有我们 没有别人 菲米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它提出菲米被论 噢 碰不到外星人只有一种可能 这个世界是虚拟 对 这只是一种可能 对 这只是一种可能 因为很多人还是看到了谁 有时候能看见 能看见吗 嗯 你吵 你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嘿嘿嘿 嘿嘿嘿 不要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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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感谢观看